另外是新人要来拼出头 今年25岁的薛成毅跟他的妹妹 分别登记参选东山乡县议员 以及东山的群云村长 他们发现全台各地的议员年龄都偏老 像是宜兰县议员的平均年龄高达了54岁 是全台最老 而村里长也是 至于在妇女议员的比例也是相当极低 所以呼吁宜兰政坛应该要换新鞋 希望选民可以给青年参政新的机会 薛成毅和薛成祥两姐妹 两人分别登记参选县议员和群英村长 他们指出宜兰县议员平均年龄达54岁 高于全国各县市 已经是台湾最老的议会 还有村里长平均年龄也达63岁 也是全台最老 议会要新人 世代要传承 世代要传承 比如像我们知道的大都市台北市 台北市的平均年龄也才47岁 我们的全国平均年龄也不过才49.7岁 宜兰县的议会平均年龄高达54 高达54 这代表了什么 这代表的是我们的宜兰县的政治环境 以及议会环境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友善 我们的年轻人 或是其实没有那么多年轻人站出来 我们呼吁 其实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 开始关心我们的大环境 跟我们一起投入政治的行列 或是关心社会的行列 让我们的议会是需要传承的 不是否定前辈的努力 而是需要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 去学习 去传承 让议会有新血 新的生意出现 薛承议以议会不是养老院为题 认为现议会需要注入新血 对于新人的老议会之说 资深议员认为经验比较重要 这个必须要经过选民的认同 选民是因为这些老议员 老婆担心经验更熟 年轻也更强 对吧 你身杀少了 你什么不懂的 有的选议员 要做什么他就不知道了 你说年轻 我就支持你 支持你你跟我做好 为民的工作 因为新的没有定乎 有的新的是说要有经验 像有的是我们众议来说 有我们众议叫比喻 做一个代表 在代表会都有办法 包括在穿的 自己基本穿的 都没有做不同的建议 做一句有打招在做 有经验 丰富 对技术都更好 今年25岁的薛成毅 求学时就热衷社会运动 关心公共议题 在太阳花学运后 决定挑战参选嫌疑员 是最年轻的候选人 一旦须记者黄竹汉 怎么不到 遇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